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 TVB 很讨厌 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大约在一个星期前出现了一篇很奇怪的报道 就指隔离台播放中的30集长剧《劣平如潮》 长列五大难看位 同一个集团另一个平台之后一计两尾 5点加码变成7点 粗略估计,这个集团旗下至少四个平台 出了这个《环保Post》循环再用 文章一出后 立即引起两派支持者极大反应 隔离台的支持者火速护航 指官网长期排第一是最多人看的 证明是很受欢迎、很有水准 有指因为是TVB的旧人制作 所以太焦了之类 另一边当然是开香槟有称小凤姐 难得黑开TVB的平台 罕有地出长文狠批隔离台 当然是要转发再转发 通知全世界 其实有几多人想过 一间向来都是拥护隔离台的传媒集团 为何会连环倒锅发炮呢? 假如《非天爷爷》告诉你 这是替30集长剧宣传的苦肉计 先死而后生 你信不信呢? 出铺的时候已经播了20集 有专栏作家曾经透露 这一套剧的收时 只是徘徊在2点至3点之间 一轮吹谷之后 收时又没有上升 宣传有很多方法 最直接当然是将优点放大吸引消费者 但有时可以反宣传 先将缺点抽出来 令消费者先拥抱瑕疵 再去欣赏当中的优点 例如《非天爷爷》 经常用例子的VCD 事先张扬低解像 令消费者接受先天不足 再享受以低价钱 拥有正版影碟的幸福感 TVB早前的本尊 就为一开始 已经打正旗号土炮特技 反正播出后 必定被人耻笑 不如事先张扬卖土炮 引导观众把注意力放在 几个年轻主角和故事身上 本尊就为播出的第一个星期 《非天爷爷》在小红书上 见过有零声的耻笑文 反正TVB也自己踩了一脚 你又可以怎样呢? 结果口碑越来越好 真心涂交 今次忘记了 叮当式百宝 大家都看得非常高兴 最后直播跨平台最高收市 是有20.9点的 TVB前几年开始被人有组织抹黑 和追击 全方位竞彩 虽然就身上 但市场占有率仍然是最高 硬碰了几年 旧招式不成功了 被人说没人看 结果收市比其他人高 唯有改口 现在是不看收市 看点击 但几年来 没有人见过其他电视台 公布点击数字 反正 TVB自己斩揽 不再公布其他电视台收市 成功阻止记者 每周的收市报告 间接看其他电视台宣传 强功了几年 不成功 唯有退一步玩心理战 玩苦肉计 今年2月中 曾经出现了一篇报道 可视之为是苦肉计的头炮 表题是 网民都不支持 新转台看TVB 隔离台剧水准真是响景好? 表面上狠批隔离台近年制作 一械不如一械 其实是详细列出隔离台开台以来 那么多套剧集創意有多高超 水准是如何超越了TVB工厂式制作 文章作者只是轻轻牺牲了 上年几套收市只有二字头的剧集 反正已经播出了 够好都够不回 当中男团成员不太多可以牺牲 不自踩几脚欠功信力 苦肉计太疼身就没人相信 头炮一出 很多不喜欢隔离台的网民立即中计 纷纷留言炒热了个post 完美配合Facebook的演算法 令到文章不断推广开去 群组里面转发再转发开心share 变相加大了传播率 深水清的网民都留言反问记者 为什么看来看去呢? 这一篇像是隔离台必看的剧集Paylist 情况就好像每隔一段时间 大家就会看到 什么Netflix最高分40部 必看八部热门Netflix神剧 又或者Netflix必追影集 这些善告一样 值得留意的是 隔离台从来的重点都不是直播 是串流回看 头炮得到成功 证明苦肉计打心理战是可以的 本尊就为大家谈论那些土炮特技 真心吐架 今次忘记鸟 撞皇之王 醉击太过周星池 婚后时 Yoyo 王浩迅的花生 都市男女关系 比较不幸的 是将再见枕边人压下去 但存在感总比隔离30集长剧高 再加上 传媒只集中谈论几套港产片 之后是男团巡唱消息 自家阵营都没有把30集长剧放在头位 30集已经播了20集 还有两个星期 再不出手 就会近乎无声无色大结局 怎算好呢? 又用旧招数硬推 大赞这个创意无限 全部新人表现良好 TVB拍不到 假如TVB拍又会BBQ 又或者是另一套神剧 不行的 剧中又没有男团的上缘 没有了动作快 反应大的超级粉丝 他们有时间都将银蛋留在电影应换 还要回到外国支持世界巡唱 播了20集 隔离支持者要看的话 早就看了 不看的话都未必会看 所以有人接棒出第二波虎肉计 长文狠批五大难体位先消费上半场 然后加推七大难体位再消费下半场 至少四个平台发工 正如今集开头所说 虎肉计得到预期效果 事实得到一阵子热度 两派阵营在留言区开火子弹还飞 相当精彩 亦成功令到很多人知道 原来隔离台有一套30集长剧 现在播放中 这方面绝对达标 专栏作家曾提及 这套长剧收视一直维持在2点至3点之间 输给2000万选手台的东张西望2.0 意外地东张西望2.0都输给麦祥清 在J2播放的一条马甩在广州 有传一条马甩在广州是4点收视 而30集长剧是2点至3点之间 我推算东张西望2.0在3点至4点之间 容许我长期少少少 收视计算电视、手机、平板电脑、电脑、电脑、 机顶盒等串流的数据 不只是电视 也不是一千部电视 而是一千个家庭 我想说 我真心欣赏人家的宣传策略 多样花变 TVB好好参考一下 不要一成不变 隔离这方面真的有机会 好了,卖了这么久的关子 一场大龙奉之后 有没有令到30集长剧的收视提高了呢? 既然这么多网友每周一周收视都问 有没有隔离台的收视 就尽管打听一下吧 我弄了人情卡 学台湾人说 大家告诉大家 帮我宣扬开去吧 30集长剧在一轮的吹谷底下 最高收视是 2点、7点 即是无升无跌 好了,转了,打王 好 订阅之后 记得按下小铃铛 下次有节目更新 就会通知你了 看完不妨给个like支持一下 又假如你可以分享给朋友的话 就是对非天爷爷最大的支持了 不要做标题档 留言记得留言注意事项 违规者可能被拉黑和删除留言 替非非天爷爷错手杀错良文 不好意思 跌入黑洞的名单 是没办法够出来的 有兴趣的话 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 好呀